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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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放掌 法師諸位居士諸位義工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本講堂 從1989年 創立以來 到今天 2005年 每年10月25號 的水陸法會 以及平常的八觀齋戒 過農曆年的三千佛 以及梁皇法會 都非常沉蒙 都非常沉蒙諸位 strafed başka 祢阿彗 和你們的長壇 你們的一切都貢獻在講堂 菩薩發心就一定會成佛 那麼師父呢 因為工作都是你們在做 那師父呢 我有把這個法供養大家 法是我們真正的生命 我們今生今世的生命很短暫 可是法身會命 切是永永遠遠 所以我們要認清楚 擁有般若 你就擁有一切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沒有般若的思想 般若的智慧 我們所擁有的 通通叫做幻化 不實在的東西 那麼今天呢 我們呢 是2005年9月24日義工大會 師父今天要開示的 就是靈感 觀世音 觀世音菩薩 對大家來講 並不陌生 處處 大聖的佛教 都跟觀世音菩薩息息相關 聖個佛門品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六支大明咒 觀世音菩薩 大悲咒 觀世音菩薩 打個佛期 大回向 還是要念觀世音菩薩 而我們中國 而我們中國 之日古以來 念觀世音菩薩的感應的 那何止千萬億人 包括師父 都猛受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加倍過 舉個例子 在十年前 師父在 新加坡的金輪泰提議場 那念觀世音菩薩的感應 就非常非常的強烈 因為主辦單位 筹辦了半年 花了很多的錢 結果要演講以前 霧雲密布 雷集閃電 那師父的心中就想 那麻煩大了 操場上露天的 好幾萬人 那一下子 如果下起大雨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求 師父就 念 那某觀世音菩薩 求 觀想 觀世音菩薩 撐一把羊伞 在整個操場上 很不可思議 我們這樣講 演講演講 沒有發現 一滴雨都沒有 等到我們講完的時候 遊覽車出去外面 外面积水 就是這個金輪太體育場 就是這個地方 沒有下雨 全新加坡通通下雨 還積水 告訴各位 自成肯切 可以感動佛菩薩 但是你的發心 要是 不能自私 不能自私 再講一個大感應 綜合體育場 也是露天的 以前是 悟空法師辦的 那天也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 全台北市是 輕盆大雨 從早上到下午 從來沒有停止下雨的 那想說 師傅在想說 那麻煩大了 那雨那麼大 有人下午打電話來 露天法師啊 雨下得這麼大 辦不辦呢 我說辦 當然辦啊 對不對 金剛不堅 願力為堅 辦 念觀世音菩薩 當然沒辦法 憑我們凡夫 哪有辦法 那是烏鱼密布 那根本不可以 根本不可能會停的 可是那七點半快到 那操場幾萬人 你 你怎麼辦 去的時候 大家都是還撐個陽傘 雨傘 那時間到了時候 師傅的坐車就去了 七點半開始 坐車 到了時候 那個車門一開 雨停了 雨就這樣停了 七點半快到了 上台 就演講 就演講 演講到最後 結束了 回向了 主因老而上那一句 你會念嗎 我的腹吃一坡 我的腹吃一拍 魚 又清盆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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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課的時候通通沒有 要記輸出的時候 又是清盆大魚 你要怎麼算 都不可能算得那麼準 師父也是猛獸 觀世音菩薩 慈悲幫忙 還有一次是在大學 那個感應到家 有一次 師傅去圖書館 看那個映光大師 金華錄 看完了 要趕到台中 慈光圖書館 聽李秉楠老基士開示 那時候才大二 就非常虔誠的念佛 就匆匆忙忙的 就趕過去了 聽經的時候沒有發現 聽完經的時候 坐公車 想糟糕了 一堆的鑰匙 一堆啊 身上那一堆的鑰匙 一整串的鑰匙啊 糟糕 不曉得丟到哪裡去了 這下麻煩大了 師傅有在 逢甲大學水利系打工 因為家裡窮 成績也不錯 卻打工 實驗室的水文觀測室的鑰匙 沒有了 車子的鑰匙就腳踏車啦 我騎腳踏車 那一級棒的啦 腳踏車 再來 人家棒一手 我都會棒雙手的 那不是嗎 那呀 棒雙手 那無觀世音菩薩 就是這樣騎的 再來 房間 鑰匙 整串鑰匙 有的沒有的教授 休息室 那個師傅的鑰匙啊 師傅也保管了 這個鑰匙要開 哇糟糕通通沒有 整串通通丟掉了 門也不能進去 那從慈光圖書館 聽經完 已經九點半了 坐公車的時候 糟糕啦 逢甲大鞋 這麼大 那個 好大 一個大 一個大鞋 這麼大 你 一串鑰匙 你去哪裡找啊 突然 就想起來 嗯 觀世音菩薩 不是說很靈感嗎 沒辦法 沒有這串鑰匙 那你怎麼辦呢 門也不能進去 什麼 水魂關車室 也不能通通停止 糟糕了 好 就這樣 唸 好 就唸 那麼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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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坐公車回到 弘甲大學來 就一直在想說 這一串鑰匙到底 會掉到哪裡去 那心裡想說 可能嘛 大概在哪一個地方 可是又不敢把握 因為 忘了也不曉得丟到哪裡來 我是不是在那個地方 草地的時候 有繞起佛來 然後 這樣跳跳跳跳跳跳跳 我怎麼樣子 掉下去 就一個觀念 好啦 沒辦法了 就一直唸那麼觀世音菩薩 會來希望菩薩慈悲保佑 因為我那時候全身都沒有錢 沒有錢啊 觀世音菩薩 你知道我很窮 我真的沒有錢 鑰匙掉了 不曉得怎麼辦 明天也不能去打工 怎麼辦呢 現在當天晚上 也不曉得哪裡去休息 也沒有鑰匙進不去啊 就一直唸那麼觀世音菩薩 想想 我大概在哪裡 馮甲大學大概 嗯 在醫藥室的前面 有個小小的草皮 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那時候 可能有翻跟斗 在這邊玩了一下 大概在這個地方 念觀世音菩薩 念念念念 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大概在這裡 一兩步 這樣走過去 跨進去 手放下去 鑰匙一把抓到 連一步都沒有閃失 連差0.1公分都沒有 從此以後對觀世音菩薩 很感應 再來一次感應 不是很好的感應 大一的時候啊 大一的時候啊 這個莊基士啊 一個馮甲大學建築系 莊基士 用Sukuta Wispa 從台中馮甲大學 再嘟 再到燦宮那個地方 因為初次是邪佛 第一次見到燦宮 跟他下跪鼎裡 佛法也不認識 剛剛開始 那燦宮就說 一千啊 有空啊 常常念佛啊 你們在家居士 多念觀世音菩薩 知道嗎 那燦宮在講 我們也不好意思說 不要啊 好啦 然後就下山啊 星期一要上課嘛 就下山 下山啊 那水裡喔 以前水裡 不是像現在的水裡喔 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喔 下山來 騎摩托車喔 那山都很高很多 那以前路都很彎 路不是很大 現在水裡的路開得那麼大 以前不是這樣子 翻山夜嶺啦 就騎著這個 就騎著這個 whisper 半路啊 就在想 燦宮的話 一千啊 你們在家居士啊 有空要常常念 那麼觀世音菩薩薩 知道嗎 很感應的喔 就一直在想 燦宮這句話 然後就騎下來 那庄基士 庄耀山就載著我 我就 嗯 我這個人你就知道啊 孤個拐人 大衣啊也是很狂妄的人 這可能嗎 觀世音菩薩 誰看到呢 我就不相信這種事情 觀世音菩薩 那如果你真的有觀世音菩薩 那讓你感應一下啊 騎著騎到一半喔 然後就想說 欸對喔 阿姨不曉得要叫菩薩怎麼感應啊 對不對 阿姨也沒有 你不曉得要怎麼感應啊 通通沒有講啊 那時候大衣就說 要不然呢 簡單來一個車禍也不錯啊 就 我就喔喔喔的觀世音菩薩 這才動一個鏈頭 我沒有跟莊耀山講喔 沒有跟莊醫師講 來個簡單車禍也像管應啊 就 一下子 車子拋嘛 整個車子就飛出去這樣子 一秒鐘 動這個鏈頭一秒鐘 車子 再隔幾公尺就是三坑啊 喔喔喔 翻滾的時候 喔喔感應了感應了 好好告這裡就好 告到這裡就好 再下去會死人啊 啊感應了感應了感應了就好 不要再下去 我說啊 這觀世音菩薩的感應 這個不是很好的感應啦 我知道菩薩不會這樣子啦 我知道說這個是護法在懲罰我 對菩薩沒信心啊 菩薩 觀世音菩薩不可能會製造車禍嘛 他是大悲觀世音菩薩嘛 這個護法對我的念頭不滿意 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就真的馬上感應 啊 好了 那麼我們講的觀世音菩薩 靈感觀世音 先舉幾個例子 那麼這個經典裡面呢 有時候是翻譯著觀自在 有的翻譯成觀世音 翻譯成觀自在菩薩 是指智利 利害關係的利 利益自己 翻譯成觀世音菩薩 是指利他 利他 觀世間的因身 而去尋身就苦 叫做觀世音菩薩 照見五印皆空 照見五印皆空 就翻譯成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菩薩 就是照見五印皆空 自觀自在 因為站的角度不一樣 站在自立的角度 叫做觀自在菩薩 我們的心經就是 觀自在菩薩 行身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印皆空 尋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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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即是空 行即是空 是即是空 尋想行事 通通空 照見五印皆空 得大自在 這個叫做觀自在菩薩 站在利他的角度 就是的角度 翻譯成觀世音 觀察世間的陰身 尋身救苦 叫做觀世音菩薩 我們除了觀世音菩薩 那 這麼大的慈悲怨力 我們起一個模範的作用 欠我們佛弟子 欠我們佛弟子 每一個人 都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精神 這個才是重點 學習菩薩心 把我們那個知識的念頭 轉作 利他 做一個佛弟子 要有很正確的正知正見 要這樣想 我會立法師一個人好 不如文書講堂整個常駐好 文書講堂 整個文書講堂好 不如整個佛教好 整個佛教好 不如全世界的和平 全世界的人好 才叫做好 菩薩的心 要無限的擴大 無我的精神 沒有任何的自私 沒有任何的智力 做一個佛弟子 簡單講 任何有危害到常駐的 法師的 危害到三寶的 千萬不要做 因為我們是佛的弟子 只要能夠利他的 慈善的 救人救世的 護持正法的 我們就要請全力以赴 就是這個轉念 是最重要的 當我們的內心慢慢地轉變這個念頭 其實是對自己好 對自己好 有一次啊 我去參訪廣青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 廣青老和尚就說 你做什麼 我說我在念南普陀佛學院 念佛學院做什麼呢 廣青老和尚就問你念佛學院做什麼呢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將來替佛做一點事情啊 廣青老和尚不屑一顧 你講什麼 我說 將來 替佛教做一點事 替佛陀做一點事啊 他就 廣青老和尚就罵了 佛需要你做事嗎 你不曉得佛是全世界最賢的人嗎 賢人非等賢人呢 什麼如來之及諸法如意呢 世尊就是全世界 從來沒有是非 從來沒有恩怨的人 釋迦摩尼佛要你做什麼事啊 一下子 恍然大悟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廣青老和尚講 慧立法師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通通為了你自己 在諸之位 廣青老和尚跟師父這樣開始 我也要告訴你 你今天在文書講到所有的發心 替三寶所有的幫忙 支持愛護 諸位 所有的善的果報 通通是你們自己的 通通是你們自己的 廣青老和尚說 佛不需要你幫助什麼 佛已經成佛了 幫助什麼呢 幫助你自己 我們恍然大悟 原來我們今天所做的 所為的一切 不管是慈善念佛拜佛 完全都是為了自己 對不對 為了開發清淨的自信 為了成就無上的菩提 都是為了自己 所以諸位 沒有自私 學習觀世音菩薩 好處 是誰 就是你們自己得到好處 再來 念佛菩薩感應有兩種 一個叫做顯印 叫做明顯的感應 第二種叫做明印 明印 就是幽冥界的明 明王星的明 我們這個陰一個陽 我們是陽間 明界 是不是啊 幽冥界那個明 現印還有明印 兩種感應 簡單講 就是 有的人念觀世音菩薩 非常強烈的感應 以前 有一個 在家居士 女居士 每天都念 浦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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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杯咒 念觀世音菩薩 甚好啊 她有一個小女孩 她看媽媽在送浦門品 每天都在送經 那小女孩才幾歲 五六歲 還會走路 可是不懂事 還沒上學 媽媽在送浦門品 念觀世音菩薩 這個小女孩 走路不是很穩 走到旁邊 附近那個池塘玩耍 池塘玩耍 這一不小心呢 掉到池塘裡面 你都是農村的地方 掉到池塘裡面 正在快淹死的時候呢 有人把它救起來 那個池塘有點深度啊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全身都濕了 還有水啊 這個小女孩啊 就驚嚇 過度啊 一邊哭啊 慢慢走走走走回去 找媽媽 她知道媽媽在客廳啊 送浦門品啊 小孩子當然不曉得 媽媽在送什麼呢 慢慢走走走 一直哭 她媽媽被她的 大聲的哭叫聲啊 嚇一跳啊 發生什麼事啊 就出來 你怎麼全身都濕透了呢 咦 吃噠噠的咧 妹妹不要哭 是發生什麼事啊 她就說 我到旁邊的池塘去玩耍啊 不小心掉到池塘裡面去啦 你怎麼爬起來了 有一個阿姨救我的啊 有一個阿姨救我的啊 穿白色衣服啊 阿姨 你看過嗎 沒有咧 這附近的村莊 的阿姨嗎 沒看過咧 她媽媽就從外面啊 手牽著啊 把她帶到大廳來 那個小妹妹啊 五歲 她看到大廳 說 中間一尊觀世音菩薩 白色的 媽媽 就是那個阿姨救我的 媽媽 就是那個阿姨救我的 那五歲小女孩也不會打妄語啊 就是那個阿姨救我的 嗯 這個就是顯應 因為你自成 懇切 有一個啊 五十幾歲的菩薩 在家女居士啊 非常虔誠 每天都送普門品 每天都念觀世音菩薩 那有一次呢 隔壁鄰居 發生火災 火災啊 他專心的 在送觀世音菩薩 送普門品 多不可惜 因為他常人留意都是送普門品 大悲咒 那時候 在他的房間裡面 變成一個很好的磁場 磁場啊 新的念力啊 跟菩薩感應啊 結果之後 火災呢 火蛇呢 燒燒燒燒 燒到他隔壁你知道嗎 這火啊 跳過去他家 跳過去他家 燒到隔壁 他家在中間喔 按照火災來講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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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家 照道理是 不可能幸免的 因為他非常的誠懇 虔誠的糗 火蛇跳過去 結果旁邊都燒光光 他家 沒有燒 壁呀 黑黑的黑黑的 就這樣子 啊 結果就是感應了 啊 那麼為什麼 那么,念观世音菩萨会有这么大的感应 这个就必须要了解元启法 简单说,在元启法尽心尽力的利益众生 比较容易跟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感应 记得,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自私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纷争 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心清静则国土静 因此,如果想要念佛念菩萨感应的 记得,心要写菩萨的慈悲 要宽恕恶劣的众生 念佛容易感应 再来,元启法有几种呢 这个作佛例子要背 元启法 大小圣的元启法 总共有五种 总共有五种 第一,叫做夜感元启 第二,叫做阿赖耶元启 第三,叫做如来藏元启 第四,叫做真如元启 第五,叫做法界元启 我们一个一个来简单地解释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第一个,什么叫做夜感元启 诸位,夜感元启 是阿含经所讲的 阿含经讲的一个重要思想的理论 就是夜感元启 就是夜力 你造善业 会得到善的元启法 你造恶业 会得到恶业的元启法 但看你造什么业 所以,夜感就是夜力 会感应 感得元启法 如果说,换句话说 在这诸位义工 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跟他结善言 你看到这个人 这某一些义工 确实有一点点习气 你也能够宽恶他 某一些义工 有一些态度 不怎么好 你也能够不在意 简单讲 就是没有缘 都不跟他结恶言 永远跟众生结善言 告诉诸位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今天 秉持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没有缘 我们也不要结恶言 永远跟众生结善言 我告诉诸位 你现在的因果 种下去善因 将来 你什么时候会碰到困难不知道 也许这一辈子 也许下一辈子 也许 也许生生世世 你就会感应好的东西显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就有人帮助你 在你病苦的时候 就有人介绍好的医生给你 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 人家拿钱给你了 你就会找到一个好的老板 找到一个好的职业 当你被偷窃的时候 警察会自动给你找回来 破案 不归原主 因为你没有造这个恶业 偷窃的恶业 所以 我们 夜感延起 第一 是很重要的思想 后来 慢慢 慢慢慢慢 演变 大盛 思想理念 理论 更清楚 这些祖师大德 来 把这个阿汉的思想 传到中国来 中国 就是 维世 维世在印度 已经很盛行 后来传到中国来 更加的详细 讨论 第二 叫做 阿赖也 延起 所谓阿赖也 延起 就讨论到 种子的问题 所谓种子 就有十八界的种子 六根 六成 六四 这十八界 各有各的种子 那么阿赖也 就像一个仓库 就是我们所讲的 第八意思 这阿赖也是 就把所有的 种子 存下去 就像电脑的 资料库里面 你造的上页 二页 统统放进去 种子 记得 有一天 就会起 现行 现行 就是缘起 所以在座诸位 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听开示 绝对不是 一生一世 种的善根 不可能 在座诸位 已经修 无量百千万亿节来的 善根一年 才有办法 坐在这个地方 因为阿赖也 善根成熟 又来听经文法 这个缘起 是好的 这个缘起 就是好的 外面的坏朋友 跟你拖不去啊 这些佛友 这些联友 讲堂的这些 好的 这些善良的居士们 硬把你拉进来 那个善言俱足 恶言拉不走你 善言拉进来 这是你过去的种子 维斯学讲的 叫做 阿赖也言起 第三 叫做如来藏言起 这个如来藏言起 分然跟静 如来藏言起 是大圣佛教 后期提出来的理论 提出来的理论 向大圣起信论 是讲如来藏 言起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像任言经 也是讲如来藏的思想 如来藏的思想 所以 如来藏 言起 是大圣后期佛教 开展出来的一个思想 有 学者 有专门讨论 如来藏 思想的 这个如来藏 分然跟静 如果你是掌握的如来藏 就转变成六凡 就是六道轮回 天人 第一二鬼畜生 阿修罗 你碰到了静的因缘 清静的因缘 就变成四圣 阿罗汉 圆结 菩萨 佛 净四圣 染 叫做六凡 四圣 叫六凡 统称 十法界 统称 十法界 十法界 通通在如来藏 言起里面 印作 换句话说 所有的言起 不能离开 如来藏 所有的如来藏 会显现在 言起法里面 所以如来藏 言起又名 真如言起 真如言起 所谓真如言起 就是 所有的言起法里面 通通是 真如自信的展现 换句话说 见信的人 见到真如自信的人 所有的言起法 通通见信 换句话说 所有的行主 一切身口意的造作 对见信的人来讲 通通叫做 自真 自善 自美 通通是真善美的 他只是视线 引一出气 给众生看而已 叫做真如言起 意思就是 言起法 离不开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 转变过来 在言起里面起作用 但是真如自信 染污了 就变成六反 真如自信 清净了 就变成四圣 四圣六反 就是始法界 第五 就华言经讲的 叫做法界缘起 法界如同虚空 虚空离不开缘起 所有的缘起法 不离当初的虚空 各位 讲堂今天的缘起 开始就是缘起 缘起能不能离开虚空呢 不可能 虚空性就是法界性 法界性就是佛性 因为观世音菩萨 正得的法界圆满 因为用耳根圆通 修到大圆满 清净 所以能够千处祈求 千处现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能牵触祈求 千处现 因为虚空就是法界性 法界性就是佛性 佛的家在哪里 法界就是佛 哪里延起 哪里就显现 今天你爬到 喜马拉雅山 跪着 念观世音菩萨 在喜马拉雅山上感应 因为你创造延起法 菩萨二六时钟 都在法界 没有起也没有落 你什么时候远起 他什么时候现 就像一个月亮 印了千江 千江有水 就千江月 菩萨从来没有来 也没有去 可是哪里有远起 哪里就显现 你跑到美国去 你跑到美国去念观世音菩萨 美国感应 在美国感应 你今天在台湾 不管阿里山 日夜谭 不管台东 你包括跑到日本去 至诚恳切 记得 至诚恳切 念观世音菩萨 在日本感应 在日本感应 不管你到何 哪一个时间 不管你在哪一个空间 只要你至诚恳切 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会降临 有的很明显的感应 有的明硬 所以至诚恳切 念观世音菩萨 后面 就要怎么样 看你的福德跟因缘 有一对兄弟 今天新人报道 有一对兄弟 去偷人家东西 抢人家东西 人家妇女 项链抢 批包 通通抢 为什么 每天要吸毒 要花一两万块 没有钱就抢 两个兄弟一起抢 抢到一个妇女的皮包里面 装了一张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去抢钱以后 怎么样 有罪恶感 回来忏悔 抢一次 抄一次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反正两百六十个字而已 抢回来 良心不悍 又抄一次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结果感应了 今天警察抓去了 丢去死 用这样对待菩萨 你抄波罗蜜多心经 是要叫你 行菩萨道哪 给抢人 是不是 念菩萨的人 坏事不能做的 昨天我看了电视 前天 李敖到北大 去演讲 昨天到清华大写 北京 北大跟清华都在北京 如果我今天 到北大 因为上次北大 又请师父去演讲 可是音言一直不记住 如果我今天到北大去演讲 我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你猜猜看 我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我如果今天到北京大学演讲 第一句话就跟他说 我今天来不是要给你传教 也不是叫你信佛 我今天来北大演讲 是要叫你认识自己 要认识你自己 这是我到北大第一天 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我要告诉他 我来不是要传教的 也不是要叫你信佛的 我来演讲是要叫你 认识你自己 你不能认识你自己 你怎么样过你后半辈子呢 你就是要一直读书 一直读书 读到最后要做什么 赚钱 讨老婆 干大事业 那以前的人都多得多啊 以前的人都 以前的人都干到皇帝啦 是不是啊 那不是一样凡夫一个吗 如果我到清华大学的演讲 第一句话就问他 第一句话我会怎么说 清华大学都是很有智慧的 很会读书的 对不对 对 我先问清大学的第一句话 Who are you 你是谁 你告诉我 我们常常讲 说 真自由 真民主 真平等 我告诉诸位 进入佛门 才了解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民主 和真正的平等 这些学者一直在电视上 一直 我们要 不自由物灵死 不自由物灵死 哲学家讲啊 你不自由 单纯死掉算了 在此都会讲 佛门的自由 平等跟民主 跟世间人讲的那个 那世间人讲的那个 自由平等民主 天朗之别啊 世间人讲的自由是什么 自由 就是我的行动很方便 我要去哪里 都很自在 我要坐火车 坐火车 坐飞机 坐飞机 我只要不犯法 我哪里通通自由 世间人这个叫自由 师傅问大家 这样叫自由吗 我告诉你 那一个人 说很自由的人 你走过去 给他一巴掌 无缘无故 给他一巴掌 自由就是自在 我告诉你 马上不自在 马上跳起来 他所谓的自由 是设身自由 我告诉你 凡夫俗子 心灵一点都不自由 一点都不自在 不骗你的 不骗你的 世间人不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呼呼口号行 真自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